Appearance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是 单母音念成 a念成 接下来是 appearance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 appearance appearance 那这个字的中音节 落在第二个音节 好那这个字呢 它词类呢 是属于名词 它是一个可数的 跟不可数的名词都可以 我们中文翻成 外表或者是外貌 来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way someone or something looks The way就是那个方式 那个样子 The way someone 某个人或某件事情 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那个方法 那个方式 那么我们中文呢 翻成外表 外貌 英文就念成 appearance 好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We should not judge people only by their appearances 好他说We shouldn't 不应该这么做 怎么做呢 judge这个字 judge这个字就评断的意思 评断一个人 或评断人们 仅 借有这样子的方式 only by their appearances 指的就是外貌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评断人们 只透过 only by their appearances 透过他们的外表 来判断这个人是好人或坏人 好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以貌取人的意思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句 appearance is us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hen you apply for a job as a sale person of makeup 好appearance在这边呢 指的就是外貌的意思 好他说呢 这个外貌呢 is usually 通常呢 是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是最重要的 所谓的那个因素 factor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因素 什么时候 它会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所谓的 when you apply for a job 好来各位这边有个片语很棒的片语 叫做apply for 那apply for指的就是那个 那个叫做申请的意思 应征申请 当你应征一份工作 当什么的工作呢 as a sale person 就是sale person 指的是销货员 哪一方面的销货员呢 就是makeup 好来这边的makeup 指的就是化妆品 让我们知道呢 你化妆品能够当做 当化妆品的销售员呢 那你的外在条件呢 一定要非常非常好的 那你外貌当然不可以太差 好 所以呢这个字呢 就我们就念成appearance 来我们看一下 那appearance这个字呢 其实从动词appear这个字来的 那appear这个字呢 是属于不几乎动词 它的中文意思 我们翻成出现 好比较常见的呢 它可以等于另外一个常见的片语 那个片语呢 就念成show up 好那讲到appear 那当然想想它的相反词了 对不对 它的相反词呢 我们中文就叫做 英文就念成 在前面加上一个字 so disappear 好那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就所谓的消失 那我们只要在前面 加上一个dis dis 就是not的意思 没有出现 那就表示消失 这就是它的相反词 那我们看看例句 a dog that appeared out of nowhere attacked me yesterday 好它说呢 有只狗 好这只狗怎么样呢 that appeared out of nowhere 好这边的 appeared out of nowhere 来看这边有个副词片语 叫做out of nowhere 它的意思指的是 不知道从何处 out of就是从什么地方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nowhere 什么地方都不是 好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不知从何处 好有只狗呢 不知从何处呢 就出现了 突然间跑了出来 干什么呢 attacked me yesterday 攻击我了 好是什么时候呢 昨天 好所以呢 这个字呢 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名词 我们念成appearance 叫做外贸 外表 当作动词的时候 是appear出现 好它常用的同一词 片语就是show up 好它的相反词呢 disappe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